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最近有几位老朋友私信我 说君姐,你最近出的视频都是一些小吃或者素菜 能不能来一个硬菜,教我们做一个家庭版的红烧肉 必须可以,立马安排 做红烧肉首选五花肉 选用质量上层的带皮五花肉 五花肉做红烧肉口感软糯,香而不腻 清洗干净之后,先切成长条状 然后再切成2-3厘米的小方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里备用 简单准备几种香料即可 桂皮,香叶,八角,生姜,大葱,还有几片白芷 锅内烧水,冷水直接下锅 放入料酒去腥 水开以后焯水三分钟左右 捞出直接放入温水中 清洗掉上面的血沫杂质 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控水备用 锅内加入食用油 油量不需要太多 先润一下锅,晃动一下 再加入冰糖,大概30克左右 做红烧肉糖仔必不可少 下锅之后中小火慢炒 把冰糖炒至融化 刚开始出现大炮 大炮消失,出现密集的小炮 立马放入肉块 快速煸炒 让肉块裹满糖彩 然后放入我们准备好的大料 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 煸炒三分钟左右 这样可以煸炒出部分油脂 吃起来不会那么油腻 而且肉块上的颜色有浅黄色 已经变为香油色 这个时候的糖彩是刚刚好的 把炒出来多余的油脂倒出 可以留着下次炒菜用 接着倒入料酒 从锅边淋入,挥发增香 再放入生抽 继续煸炒 煸炒出酱香味 加入开水 淹没肉块为宜 重点来了 加入两勺腐乳汁 可以解腻增香 颜色也会变得非常好看 加入半勺盐进行调味 喜欢口味重的还可以加入鸡精蚝油 搅拌均匀盖上盖子 中小火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40分钟以后 汤汁已经变少了很多 把里面的葱姜大料 全部剪出来不要 这个时候可以加入煮熟的鹌鹑蛋 也可以加入土豆块 最后一步也很重要 收汁 开大火不要盖锅盖 不停的翻动 防止糊锅 最后汤汁剩一少部分即可 大家看一下 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这个程度的汤汁用来拌米饭 味道简直是一卷 如果酥子太干 吃起来会很腻 而且全程不需要放一滴老抽 这样放到第二天 颜色也不会发黑 红烧肉这样做 软烂鲜香 香而不腻 每次看到我家小朋友吃的特别香 感觉再累都直了 特别有成就感 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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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